聽說AIRSI 9月28日已經開幕了 那你還大了嗎? 現在已經十月十幾日你還睡覺了 去年12月我們已經來過AIRSI 當時就是參加一個聖誕的試集 現在終於整個商場都開幕了 AIRSI有自己的停車場 星期一至五就23元一個小時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就25元一個小時 AIRSI的六樓有間很有名的韓國吉仔餐廳 之前我們都去過了在元朗營店 因為昨天才吃完韓國炸雞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AIRSI的Food Court吃東西 開幕到現在都是人頭湧湧 很多小狗 這間露營的餐廳也可以帶小狗 我們找到這間餐廳也可以帶小狗 帶狗主要是坐近門口這陣子的桌子 山場的寵物區主要為地下2樓和6樓 這間就是傳說中的韓式餐廳 你看它排隊排得多小 六樓這個平台也算是很大 我們現在要去二樓的飛機展 飛機展到11月12日 30分鐘80元 1小時180元 80元一人一狗的門票到底有什麼玩呢 讓我們帶你進去看看吧 Taddy咖啡準備登機了 上機了Taddy 好搞笑啊 多謝你乘搭前往汪汪星的航空 請乘客保持冷靜 雪骨乖 飛機即將起飛 請扣好你的安全帶 平紫色色 希望你旅途愉快 我們買了30分鐘的拍照體驗 所以就不包這個飛行體驗 哇 即是160元兩天兩 只有這個拍照位 他還有另一個拍照位 在前一點都包了 他還可以換一杯飲品的 包這四款飲品 四選一 如果80元包了飲品和貼紙上 我又覺得價錢可以的 Food Court就位於五樓 都歡迎狗仔進去的 Food Court很大很多東西吃啊 超級多人啊 最後點了Pepper lunch 不知為何點了兩個餐 送了個白飯給我們 可能是送給Teddy Coffee吃的 二樓有個空中籠裝 但是比較小 最後去買G4的室外花園 G4有個寵物遊樂場 去到10月23日 哎呀 這裡我免費拍照 不過8點剛剛截了 記得早一點來 謝謝 Peddy你掛著了嗎 isz pancakes 哈哈 看完呢做麻洞 希望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还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記得按個隔壁的鐘仔 於是不會錯過andidater 待會兒見啦 拜拜